好 镜头转到台南市来看看JAMI 65岁的男子 三年前被诊断出是罹患了大肠癌末期 不过他不愿意向命运低头 所以决定用跑步健身的方式来对抗病魔 那么每天他会跑十公里 而且从来都没有间断过 就用运动来养生 也让他的癌细胞都没有因此再复发 所以今年他是定下了新目标 要登上玉山的最高峰 65岁的洛南田 做起卵身超健康有活力 一点都不属给一旁的年轻人 谁都看不出来他是大肠癌末期的患者 他都依这种条件 八山招麻松的情形 他我的朋友教病的医疗方法进行 因为有很多优优 这个非常好的条件 我的体力很好 洛南田三年前被诊断出罹患大肠癌末期 但他不愿意向命运低头 决定用最爱的跑步健身来对抗病魔 每天跑10公里从未间断过 最近回医院检查 未发现癌细胞复发的情形 洛南田说跑步出奇体力相当差 才跑500公尺就累了 但每天持续跑步越跑越多 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好 现在的他还能参加马拉松赛 接下来他更订定新目标 要登上玉山最高峰 用抗癌经验鼓励其他病友 病魔并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放弃人生 中立新闻赖冠张文元芳 台湾报道